兔年一始 寒潮來襲 受到冷空氣的影響 全省出現了大範圍的降溫 尤其是在煙台危海地區 更是迎來了兔年的首場降雪 經過昨天一夜的降雪 咱們跟著幫班的鏡頭 一塊去看一看煙台的情況 現在是大年初三的早晨8點 因為受強冷空氣的影響 煙台和危海地區有這個小道中雪 局部大雪 今天早晨一起來 果然不負責望 這個雪景還是很漂亮的 這個雪差不多 大家看應該是10厘米 我覺得10厘米到15厘米的積雪 這個是有了 這個雪季還是不錯的 但是要打雪仗還得等一會兒 這會兒的室外溫度 根據天氣預報 預報的是零下的12攝氏度 體感確實還是比較冷的 今天冬天應該說就沒有這麼冷過 今天是大年初三 按照這個交通的習俗 應該是要去帶帳人 也不要這麼大的雪 反正現在來看路面上是幾乎沒大有什麼人 看個電視 河滴滴放個煙花 讓這事物一遙 今天我們的正式新駕駛已經結束了 公司綠車今天早來要去上班 來上班之前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到我身後停車場這些車 拿著刷子 先刷車 我剛跑了一會兒 就是整個這個路也比較滑 所以說這個車的時速 也就是在十幾不會超過二十麥的這個樣子 而且我這個車的這個防滑提示增 其實一直在閃爍 平均差不多每五秒就要閃一次 路面的方向不是很好控制 所以說對這個開車出行的朋友 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現在是8點40 我已經這個快到單位了 那剛剛沿路走過來 有很多的這個市政的這個清雪 作業車輛正在工作 還有很多的環衛工人也在進行除雪 所以說這個一些主要的干道的積雪 已經這個清理了 後半程的路程會比較快 而且這個根據我的了解 像這個高速公路現在都已經是封閉了 如果說今天有從外地想來 煙台的朋友可以暂緩一下啊 走到這裡臨時停下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煙台雪中的花燈景色還是很不錯的 上午的9點我現在已經是平安地抵達了單位 去掉我們中間看景的時間啊 大約只用了40分鐘 也就比平常的早高峰多用了十幾分鐘而已 那瑞雪趙峰年在新的一年裡 也希望大家能夠獨具風雪 勇往直前 都說這個下雪不冷啊 停雪冷 其實下雪的路吧 還好一點 如果這個第二天停了雪 這馬路上再一壓石 這跑車呀 真的是就夠危險了 大家夥出門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麼受寒潮天氣的影響 今天出門的時候 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降溫的力度 這幾天進入到了春節假期的 應該是最冷的時段了 出門多穿衣 大家注意防寒 保暖 注意安全 永遠要放在第一位